哈喽,大家好,我是方味 前两天朋友给我寄了一箱金丝面 这么好的面条,怎么吃呢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炸酱面 来尝尝鲜 闻起来一股玉米的香味 面要想好吃 就要用冷水泡它 先给它泡上20分钟 吃炸酱面,主要就是炸酱 所以我这次精挑续选了一块 肥肉香腥的五花肉 把这块五花肉切成小肉丁 这么多,差不多了 再切点姜末和蒜末 这样堆在里面一起吃 肯定非常香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把这个肉丁先煸香 小火慢炒,煸出香味 此时肉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但还是要慢慢的炒 再加入姜蒜末 给它炒香 再来一勺豆瓣酱 一勺甜面酱 再来两勺花豆酱 今天和酱干上了 小火慢炒 此时这个酱是越熬越香 看着好诱人啊 加个白糖提个鲜就行了 出锅了 此时就可以下肉面点了 看起来颜色还不错 煮至脱心就可以了 时间到,出锅了 淋上我们的炸酱 胡萝卜丝 撒上葱花,完美 新鲜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我们先把它拌一拌 我这个金丝面 可以让我这个炸酱 别有一番风味 开吃 这个面非常的Q弹 酱也非常的香 好 我感觉我这次做的炸家面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是不是太自恋了 无论味道怎么样 我这个炸酱绝对比外面凤凉多得多 吃起来也带劲 就这个炸酱不好吃 哇 我这个面条已经和这个酱 完全都融合在一起了 吃起来特别的香 剩下来的都是炸酱 虽然我这个酱熬出来的都是酒 但吃起来一点都不有力 酱香味十足 来一口橙甲酱 哇 香 这个三两甲酱 可以让我这爱心面条 吃起来超过瘾的 感谢送我面颊的朋友 让我饱餐了一顿 今天妈妈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当中我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妹 今天和奶奶一起在这个地里 设点这个山芋 看这个大的红薯 我们给它装起来 然后拉回家储存 这样先盖住 这样子防晒 还有凉炭 臭干的再搞 你下个粪蒸肉吧 我想吃粪蒸肉 再弄一个蒸蛋 先把这个肉给洗干净 来一勺食盐 研制一下 生抽提鲜 再来点料酒 半勺豆瓣酱 给它上个色 再来点玉米粉 再放入葱姜末 抓匀腌制20分钟 锅中水烧开 先把这个大米饭给煮一下 先把它煮开 煮至快收干水分 就可以了 水分快收干 下入粉蒸肉 我还炖了一个小鸡蛋 可以 蒸上20分钟就差不多了 一定要有小火 出锅了 好香 粉粽肉给它夹出来 好了可以了 这个米饭吃起来肯定也香 哇 进了一层油油的锅吧 我跟奶奶就开始吃饭了 我先吃半块锅吧 你奶奶吃这个灯蛋 吃粘肉 我觉得粉粽肉看起来不错吧 不错 看来吧 吃鸡蛋吃 鸡蛋泡吧 我这个锅巴吸收了油脂以后 吃起来非常的脆 再来一大勺鸡蛋 再来一大勺鸡蛋 哇 爽 鸡蛋泡肉走 时间长没吃 吃着 我叫 好吃 拉开你了 你也吃 白骨吃了了 嗯 鸡蛋泡饭 非常的不赖 来来来来一点 好 妈 多来一点 好好吃 够了够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也来一点 哇真香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 弄鸡蛋了 我觉得这道菜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我觉得这道菜小孩子特别喜欢吃 ° 下午酒店好 faire 鸡蛋 然后切鸡蛋 切鸡蛋 yesterday 这些鸡蛋就拿着鸡板 我感觉还是大锅煮出来的米饭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饿了 大锅煮饭是香 今天吃饭好香啊 这么快就吃完了比我还厉害 我饿了 我也吃 再来一碗鸡蛋 我不要了 够了 我也够了 吃饱了 不吃饱 嗯 我今天忘了烧汤 我要已经烧个汤了 等着干 汤不干 用这个汤只有鸡蛋泡的 好 还剩一点这个鸡蛋不能浪费了 好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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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方便视频就不想到这里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赞去吃饱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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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